吃心男子为救心爱之人 竟使用古希腊禁术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一场血腥的杀戮即将到来 这天大学生安吉拉与男友闹分手 谈话间 汽车失控 撞向了防护栏 车毁人亡 而另一边 温家兄弟开车经过老家 便来到了墓地祭拜母亲 结果狄恩无意间发现一个心力的墓碑 旁边的植物全部枯死 很是诡异 而墓碑的主人正是开头遭遇车祸的安吉拉 感觉是有蹊跷 两兄弟随即展开了调查 安吉拉的父亲是这附近一所学校的教授 研究有关希腊方面的历史 对于女儿的离世 他悲痛不已 迪恩除了在父亲 看到一本写满希腊文的书籍外 并没有任何发现 珊姆觉得那块地可能只是巧合 并没有灵异事件 然而夜幕降临 男人正颓废地看着拍摄的影片 他没注意到的是绿植瞬间枯萎 突然 电视上显现出一个人影 他转头一看 第二天 迪恩来到安吉拉的宿舍寻找线索 室友泪流满面 他哭着告诉迪恩 安吉拉的男友昨晚割喉自杀了 并且他在死前曾告诉自己 安吉拉一直没有离开 他的鬼魂就在身边游荡 至于安吉拉和男友之间有没有争吵 室友并不知道 于是 迪恩偷走了安吉拉的日记 并查看了男友的遇害现场 与他推测的一样 这又是一起灵异案件 但目前没办法确定 是什么鬼怪在作损 于是 两兄弟又开始到处哐人 装扮成心理辅导员 找到了安吉拉的备胎男性朋友 想套取一些线索 他认为安吉拉男友自杀 是因为罪恶感 原来 安吉拉发生车祸的那天 他才发现自己头上绿的发光 遭男友背叛的安吉拉 情绪失控这才发生了车祸 温家兄弟猜测 安吉拉死后 因为心中的怨气不消 便化作怨灵杀死了男友 这么说来 恩怨已经了结 但为了保险起见 迪恩决定烧了她的尸骨 夜晚 兄弟俩又干起了 陶人坟墓的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安吉拉的尸体居然失踪了 他们在棺材板上 发现了一些文字 那正是之前 在安吉拉父亲那 看过的希腊文 上面刻的内容 正是用希腊文 所写的黄魂咒 还未查清真相 情绪激动的迪恩 就冲进了安吉拉家中 指责这位伤心的父亲 使用尽数复活了女儿 但实际上 复活安吉拉的其实是 贝开男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救回 暗恋已久的心上人 另一边 被赶走的温家兄弟 查看了父亲的笔记本 他们现在要对付的是 黄魂师 这种邪恶的生物 虽然保留了生前的记忆 但却和人完全不一样 十分残暴 他所出现的地方 花草枯萎 毫无生机 岩子弹对他也毫无作用 据说只有银器 才能伤害到他 但想要消灭他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将他封死在棺材内 而此时 迪恩也通过安吉拉的日记 发现被胎男 经常出现在日记中 而且他还是安吉拉父亲的助脚 学习过古希腊文字 很可能就是 被胎男复活的安吉拉 另外 如果男友给安吉拉戴绿帽 那肯定是成双成对的 这么说来 安吉拉还有一个目标 迪恩突然想起 室友似乎对安吉拉男友的死 非常伤心 果不其然 安吉拉已经找上了室友 他心中满是怨气 又怎会放过这位好姐妹 搏斗中 室友一脚踢倒了他 剪刀也顺势刺进了安吉拉的胸口 本以为他已经没了气 室友一边道歉 一边查看安吉拉的情况 结果安吉拉突然睁开了眼睛 直接抓住室友的脖子 拔出剪刀 准备结束他的生命 就在这时 温家兄弟及时赶到 迪恩用银子弹击中了安吉拉 可他完全没有受到伤害 直接逃了出去 于是 他们直接找到了被胎男 试图劝说他放下心中的幻想 因为那只是一具毫无感情的尸体 为了救安吉拉 他手上已经沾满了血 谈话间 迪恩发现被胎眼神躲闪 房中还有枯萎的植物 显然 安吉拉就躲在阴暗的角落 于是他将计就计 告诉被胎男 他们要去墓地举行一场仪式 破解掉黄魂症 这样就能将他消灭 两兄弟走后 安吉拉走了出来 请求被胎男带他去墓地阻止仪式 看着眼前的心上人 满身伤痕却毫无感觉 被胎男终于相信 安吉拉已经变成了一具 只知道杀戮的尸体 他仓皇的逃离 却还是被安吉拉追了上来 最终死在了女神的手里 此时 温家兄弟已经赶到了墓地 正在坟墓前准备举行仪式 而山姆负责警戒四周 安吉拉已经追了上来 本想从身后袭击山姆 被山姆一枪击中没心 但他根本没死 这简直比丧尸还难对付 山姆拔腿就跑 将安吉拉引向了坟墓 等候多时的迪恩连开树枪 成功将安吉拉逼近了棺材内 随后 迪恩拿起银笔手 直接插进了他体内 这次是真正的离开人间 兄弟俩将坟墓复原 在离开前 迪恩远远地望着母亲的墓碑 若有所思 或许是因为父亲用生命 救回了本应该死去的自己 令他无法面对母亲 甚至都不敢前去祭拜 此时的他 内心非常崩溃 将父亲离世的真相告诉了山姆 迪恩依旧无法解开心结 只能将心中的压抑 发泄在猎杀鬼怪中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 他希望死去的是自己